肺结核是发生在人体肺部的病变,患上肺结核如果不及时可能会危及生命。 很多患者在肺结核治好以后出现胸痛症状,不知道是哪些原因引起的。 明明肺结核已经通过得到缓解,但是身体依然有不适症状出现,患者对此十分担心。 肺结核好了之后,出现胸痛症状应该怎么办? 肺结核病人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胸部会十分疼痛,胸痛并不是肺结核的特异性表现,主要是肺结核会导致靠近胸膜部位出现病变,或者胸膜粘连时就会出现明显的刺痛或者断痛。 跟呼吸道没有明显关系,肺结核并发结核性胸膜炎,就会引起疼痛的剧烈,这种情况跟呼吸就有关联,肺结核患者肺部体征。 跟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,病变范围不同有所差异,因此部分患者在肺结核好了之后,依然有胸痛症状出现。 一、患者肺结核不仅需要积极的药物,必要是还需要通过手术。 很多患者因为肺结核治愈之后,就以为万事大吉。 日常生活习惯或者饮食没有注意,容易优发胸膜炎,导致胸部有剧烈的疼痛出现。 因此肺结核好了以后,日常苦力工作需要到位。 同时控制好饮食,注意休息,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,不出烟不喝酒。 而肺结核治愈以后,饮食上面需要清淡,避免对生计其他器官造成负担。 在康复期间,饮食最好以高蛋白低脂肪为主,进食营养丰富的食物,可以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。 同时需要补充维生素,来提高集体念念能力。 平时还可以多进行体育锻炼,对身体的恢复有很大帮助。 三、肺结核治愈以后,外出时还需要佩戴口罩。 否则空气中某些粉尘或者颗粒容易对肺部造成损伤。 特别是在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地方,如果没有做好防护工作,可能会陷入有害物质,导致身体出现异常。 肺结核耗力以后,不可轻视预防工作。 如果有胸痛症状出现,可能是肺结核并发结核性胸膜炎在作祟。 最好的检查之后进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